中部爆出無卡分歧詐騙案 目前是已經有十一所大學 總共九十五名的大學生 報案受騙 而且不排除這人數 可能會再增加 而涉案的三名被告當中 負責招攬大學生的 零性業務員 獲得法院裁定交保 檢方是已經提起了抗告 另外有立委是指出 近期這無卡分歧的爭議 大多都是利用話術 先誘騙當事人簽下本票 宣傳是沒有利率的 不過實際上後續 其數卻是包含了高利息 之後還會宣稱這解約相當困難 而臺灣學聯會則是呼籲教育部 要落實防詐宣導 並且建立打詐規範 近日爆出多起大學生 遭無卡分歧方式詐騙 根據教育部統計 截至目前共十一校 九十五名學生報案受害 不排除受害學生人數 還會繼續攀升 希望社會少責罵 讓受騙學生勇於報案 上午立委協同臺灣學生 聯合會等團體 呼籲政府應該建立消費者保護機制 立委指出近期最常出現的五大 無卡分歧陷阱 包含誘騙學生簽下本票或後續期數利息 越來越高等詐騙手法 許多簽下無卡分歧七月的學生 對於後續利息金額都不知情 還有不少人則是因為同學口耳相傳 跟著一起調進無卡分歧陷阱 會議教育部應該儘速落實宣導學生反詐騙 行政院也應該針對無卡分歧建立相關規範 台中地檢署表示遭居體的三名犯嫌經檢方覆訊後 既新店員八萬交保 而零星負責任和另一名負責招攬大學生的 零星業務員都涉犯加重詐欺罪 卻只有零星負責任生涯禁見 零星業務員這部分 則被裁定限制住居 本署今日於收到裁定後 已就零星業務員被裁定限制住居 這部分提起康告 另外台中市行大表示 相關犯嫌已執行搜索居體 將持續清查上家融資公司 介紹人共犯結構向上溯源著辦 記者原子郭俊林台報導